我们的关心到来自海区后面的消息这是 加吉路中的幸福小太阳志工队 利用每星期六刻意的时间为加吉管齐 受作活动进行到客业活动 现在是和加吉坚也参与到银海的国舍 进行到客业活动 当时去年在所情的生日会 也来收割几买 几买收到总管当初的信心够用云 加吉路中幸福小太阳志工团 并是利用每星期六的刻意时间为加吉管齐 受作活动进行客户 在给客业活动 当时又带到小朋友 走遍台湾六十个的乡丁市 关怀社苦劳人 也发起环岛送爱瓦东 对此今年尝试 小太阳志工队来到 安泰偏向国舍进行客户瓦东 当时收割向日会进行祭买 谢谢小太阳志工队 让我们能够到竹山去玩 昨天的校外教学都让我们很开心 也谢谢小太阳志工队让我们到向日葵田来 让我们更了解竹枝脚的风景 谢谢小太阳志工队让我们的寒假生活更丰富 相信这两天呢 第一天他们是去南投做户外教学 学习到一些课本里面没有的知识 我想这寒假充实他们非常多的课外的知识 让他们有更多不同课本的学习 带着小朋友来到这里的向日葵园举办 由当地的 由竹园国小的直笛队小朋友 带来一点串的田园音乐会演奏 居民共同合奏向日葵 让他长大之后 然而我们把他送到 今天中午有一个配合圣星教养院送爱到街头的义卖活动 然后去帮助这些那个圣星教养院的院生 我们要特别谢谢家女小太阳志工队 吴豪哲的老师跟那个小太阳志工队 他们长期都一直很关心我们圣星教养院 那这次更利用他们的寒假 牺牲寒假的时间来为我们做一年串的那个义卖活动 包括前几天也在家女有一个音乐会也捐了我们 给我们的服务对象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在这里要特别谢谢小太阳志工队 谢谢 同时小的小朋友收拆向日客进行计备 让小朋友合作真正记忆 也让小朋友了解帮助老人是一件快乐的事 谢谢我们中台先告一关彩虹报道